大家好我是Nick 今天呢就是因为最近有很多人跟我提起一些回音上面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在想说有这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一些回音的基础练习大概是要怎么去做一个开始 其实在回音大家不外乎就是音量相位以及效果器的应用 好那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是一定要先学会怎么去来做音量上的平衡 那在这边呢我是以Cubes来做示范 那有些软体它在回音上面呢 他们的方式不太一样 那我现在所介绍的是Cubes 那我们先在开始讲解之前呢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这个的素材 是跟网路上有个AudioScore Online买的 是这一间 大家可以看到AudioScore Online 那他们有在线上有在贩售 就是他们一些讲的素材 甚至还有在示范给你们看 那但是因为他们的系统是Protuce 那你若不是Protuce也没有关系 他们有提供给你Audio Track 就像你现在看到的这样子 OK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进入到正题 就是有关 混音的部分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是哪个方法呢 好这是我之前的PPT的讲义 我们现在要学会说我们一开始练习 我们是要如何将很多鬼开始去做一个整理 所以我们这边在Cubes里面 我们是把它有一个方法 就是把它先设Group Track 好所以Audio Track 在比如说我们录一个大鼓的时候 我们会有用两只麦克风 一个Inside一个Outside 或者是说有一个麦克风专门收低频 然后另外一只麦克风是收皮声 就是我们去收鼓皮的声音 好这两个部分 那这两只呢 我们可以把它做单独的修正 跟音量上balance之后 同时送到一样的Group 1 那也在Group 1里面呢 就是指大鼓就是Group 1 就一个Track 然后在这Track里面 针对大鼓的总 所有的音 那个里面综合出来的音色 再去做一个效果器的应用跟修饰 最后再有可能一首歌里面 不止像鼓的话 可能11支麦克风啊 可能小鼓有两支啊 大鼓有两支 Overhead有两支 OK那我们就可以设不同的Group 然后去最后再用Group的去做音量的平衡 然后之后再输出这样子 OK好 那我们呢 就来听一下 就是它原来的 原来的 还没有混音的状态 OK好 那它现在大家都知道 就是很没有平衡的感觉嘛 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始 就是先在混音之前 我们会先做一个分类 那以我个人的习惯 因为每个人习惯不同 以我个人习惯 我会先把鼓跟贝斯放在最前面 因为他们之间平衡的时候 我会先以他们两个来做一个基础 然后再来就是Rhythm Guitar 然后再来就Lead 那最后就是我的Focal OK好 那一开始你就知道 它是会出一左一右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做另外一件事 就是把它先分一左一右 那除了贝斯以外 我们一左一右 Lead 一左一右 好 Focal也是 好 那我们分完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是要第二步 就是什么 先新增 Group Track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按右键之后 我们来直接选单 我们选个Group Track Stereo 那我们总几组呢 一二三四四组 好 下面这边就是你的Group Track 那在你的Mr里面呢 这个蓝色的就是你的Group Track OK 那我们可以先命名 那这边我们就是Drum 那这边就是我们的Reason 那这边又是Lead 那这就是Focal 好 那完成命名之后 我们开始就是要将这里的 鼓的部分就导入到我的Group Track里面 所以我们在 轨道资讯这边 我们看Output 这里点一下 那我们将声音送到我们的Group 的Drum里面 那以此类推 好 Reason的部分就送到Reason Reason Guitar的部分 OK Lead Lead Guitar的部分 Focal 我就送到Focal OK 好 那我们接下来OK之后呢 我们要做一个 这边你会一定有疑问说 为什么我这边没有做一个音量片 因为这是最初就初阶的一个音量平衡练习 那也就是说 Source来源那边他给的时候 就是已经都把你左右边都平均好 都分好了 所以他只是给你一个输出好的一个左跟右 好 The Splat Channel 好 OK 所以我们这边就可以就是暂时先可以不用动它 我们来对针对这边 然后现在Solo 我们先听一下鼓的部分 好 鼓的部分OK之后我们来听Bass 那通常的话呢 我的Bass人都会习惯性去加一些效果 那我这边用的是Wave的外挂 那如果说各位在Cubus里面 里面有任何的外挂 Cubus里面本身富有的效果 其实有相同的作用 有Compressor 有Limiter OK 好那我们首先呢我会先加个Limiter Compressor sorry 好 OK 那因为Bass我们是单音 所以就是我们是没有分GrooveTrack 所以我们还是一样Mono的部分 给它 然后再来呢我会增加一个 比较还不错的外挂就是MathBass 那MathBass呢它主要是模拟你的低音单体 好像仿佛在你前面一样增加临场感的一个外挂 好那这个下次我们在效果里面 我会再多加的解释 那最后我们再加一个Limiter Mono OK 好这就完成音量 大家可以听看看 好跟鼓一起 好这时候呢因为我刚才说吉他的部分他都已经帮你处理好 所以事实上吉他你只要去做好音量平衡就可以了 OK 好这时候呢我们来处理Focal 那我们这边的话我给他加一点点外挂 就加个Limiter 那因为我是放在嗯 那个group track里面所以他是双声道 好所以先给他增加他的 好最后呢就是master的部分 那master的部分的话我这边就是会习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效果 就是tap chromer tap 那他可以他让声音呢就是会有一个还蛮open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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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还蛮喜欢的 那当然其实就是他会增加一些磁带性的杂讯 有些还蛮喜欢这种vintage的感觉 好 好再来就是说 最后 我要去加一个L3 那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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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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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這個部分呢 就是我們的一個 Mix的部分那如果說你覺得Kramer 你不太喜歡你可以關掉它 音樂 You don't ever be the same again I was falling into pieces Morning feels it's a private feature You hold your breath OK 好那這就是我們 簡單的先個混我們從頭來聽一次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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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res 音樂 動作 音樂 音樂 好 那以上呢 就是一个我们第一个 在mix的时候会学会的 就是音量上的平衡 OK 那可以供大家参考 那当然每个人习惯不太一样 在这里还是要强调就是说 混音事实上没有一定对或一定错 所以就是完全看混音的个人 这个东西是比较客观的 OK 那就是主要是说 只要声音听起来 是你认为的舒服 那可能 你为对方混音的那个人 他也觉得舒服 我觉得搭乘一个共识就好了 OK 那但是有一些基本要领 就是说 我们在混音上 要注意的一些事情跟顺序 我们只要拿捏好这个原则下 混出来的东西 其实应该都不差 OK 那我们下一次再跟大家介绍 就是比较进阶 那这个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 这是一个比较基础的 那我们下次用进阶的时候呢 他可能有三十一轨左右 那我们来到时候再一个一个 来教大家怎么去混其他的乐器 然后去做一些balance这样子 OK 那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教学 那我是Nick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